未在新章的服務商盛 蛋品公司正常營運 蛋被查出混用液蛋 卻標示產地台灣 新北衛生局持續追查 違規的蛋品到底 還賣給哪些下游廠商 因為是在我們這邊生產 所以產地是標我們這裡是台灣 我們不是惡意要去參 我們真的是不懂 我們自己都還會在經過 自主檢驗之後都OK了 然後確認消息也都夠久 我們才會排入生產 腔調是因為發揮不了解 而即便這批蛋是沒過期的 但標示假冒是事實 從6到8月進口3批蛋 跟國產蛋混合加工共 20974公斤 其中有供應給北市一家 新北三家團善業者 其中北市衛生局查出 有20家補習班約900位學童吃到 另外烘焙業也有 影響學校擴及多少還在追 但營養午餐有了新規定 北市團善業者準備 將這些營養午餐都送往學校 但是近期蛋的爭議不斷爆發 包含雙北還有桃園 都已經全面禁止使用液蛋 全國餐和工會也揚言 查獲有不肖業者使用 進口液蛋供應 就會列入黑名單直接封殺 畢竟已經規定 停用液蛋改用國產全蛋 要確保品質 不過菜單也得跟著調整 那不可能在自己打蛋的情況下 我們用其他優質的蛋白質做替代 比如說像豆腐類的 這個黃豆類的製品 或者是說是像這個 像雞肉啦 或是其他優質的蛋白質 為了安定食安 食藥署也從19號開始 全台展開三天的雞蛋大普查 我們食藥署會啟動 液蛋工廠的輔導 已經在規劃了 那會在本週內把它掃一遍 不只農業部儲存5000多萬顆 魚其雞蛋的13個藏儲地點 還有全台50多家液蛋工廠 全都要查核一遍 避免有問題 蛋品流入食品鏈 衍生更多風波